大家好,我是吳仔,欣尼姐姐,你好,你好紅啊 在香港,看一個雜誌報紙,有兩篇你的報導 請大家給我like,支持欣尼姐姐,支持吳仔的廣播 兩宗消息,一,欣尼不是針對TVB 因為之前有說過掌門人那些 我都覺得是受傷的,令人很可憐,看到都很可憐難看 我自己也批評過,但也感謝那些人肯付出 讓我們有些人喜歡看幸災樂禍 之前印尼姐姐好像也有提過 後來,不知道有沒有記錯,看很多娛樂雜誌,我怕記錯了 後來對視不是對台,是讚中年好聲音,是平民溫馨 他說不像那些壞聲音那樣害死人 但肥媽說,做假的 肥媽說有些位置,我不行啊,差一分也不行啊 真的要了解一下 另外,王力宏就說了一句真相不重要 跟之前微辣多拉斯說的一句話 因尼就罵他,罵王力宏,你是不是吃錯藥啊 前妻李靚雷,以七十字就炮轟 說什麼呢 先說中年好聲音,大家這麼喜歡聽 近來,你知道印尼姐姐流量不絕 經常說中國好聲音 又說說另外一些東西,什麼都說說 挺開心,挺好玩,現在有了印尼姐姐之後 經過壞聲音前居可鑑 就不敢亂來,他說中年好聲音是可以去玩玩的 哇,現在被陳康健聽到,就... 哈哈,桌子都打爆你了,真的 很難說的,很難說,有些事情他們知道,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那麼多不說,免得說 你這個世界沒什麼所謂,不要抱太大 你這個人基本上是 你對世界沒什麼期望的時候,特別有意外驚喜 但如果你想怎樣怎樣,然後你行不行,這個世界... 很難說的,印尼大讚無線,作唱選秀節目 中年好聲音有歡樂今宵的影子 咦?他在他眼中是這麼柴蛙蛙 我覺得歡樂今宵好看 有影子但是又... 是嗎? 歡樂今宵...我小時候的記憶是一群藝員出來做趣劇 做訪問 總之雜誌什麼都有 但是中年好聲音就只是唱歌比賽而已 他竟然看到是差不多嗎? 原來欣尼姐姐說TVB剩很久了 終於又找到一個像當年歡樂今宵 大家可以參與的 歡樂討論溫馨的平民節目中年好聲音 欣尼就說不像壞聲音會害死人 他講一些唱歌的貼士 我也想學一下 看看 六大參賽貼士 上台保持輕鬆 上場前 謹記要放鬆肩膊肩頸肌肉 心情自然流暢 先贏二十分 嘩這個厲害 是的緊張就不要看 這些其實是講而已 唱慣才行 沒有說的 你說 保持輕鬆的 但是其實 一上去當然緊張 一定緊張 被人平頭品足 很多人出去表演 習慣很多次 所以那些老排歌手 我不是說印尼姐姐 只是說劉德華那些 唱來唱去都是那幾首歌 不用學新東西 你現在學新東西很難 除非那一首你自己很喜歡 歌手就歌手 比賽者就比賽者 很難說 參賽者應該有機會是緊張的 放鬆一下 上台肯定緊張 不記得這個不記得那樣 當去玩的 德塞心態莫太重 就不要自己嚇自己 所以周吉佩那時候就是去玩 慧玄堂養陰丸 唱 我忘記了那首歌 跳舞街 接著 成功了 就當去玩 當去表演 是的 一向都是這樣的 當比賽 無論如何都會死 打功夫也好 當比賽就很大 比賽功夫就當拼命 一向都這樣說 哈哈哈哈 選歌方面 教參賽者 選一些有起伏的 教討好的 亦可以發揮 不要大聲喊 是的 麥克風有人調 大聲容易破音 爆麥克風應該是爆麥克風 破音 破音 走音 爆麥克風也是 太大聲 但有些人不大聲唱不到高音 不要太大聲 學一下欣尼姐姐 她唱了幾十年 她知道麥克風怎麼運作 我們認識條鐵嗎 一美認識得大聲喊 但很多人都很大聲喊 肥媽 所以 我一個決定 你決定二人二 那些 她拉了麥克風 但很大聲喊 肥媽唱歌 嘩 嘩 嘩 又不做事 她的歌 不是她唱的 我在幫她澄清 選歌很重要 她說你要確定你能駕馭這些飲歌才行 嘩 她教了很多東西 真是塞錢入你的袋 唱歌技巧方面 因來認為 很難 吸一口氣 唱一句詞 唱完 氣就套完 就不要把第一句還沒用完的氣 就用到下一句 半途吸氣是大忌 嗯 難難難 你懂嗎 很難解釋 雙腦筋 其實是的 到現在我也覺得是 唱歌有些時候 就算說話也是 什麼時候吸 怎樣吸 用口 這樣吸又有瑕疵 我現在說話也是用鼻吸的 但是你鼻吸很難吸的 我又教一些 文 文花的文 文就自然有氣吸下去 但你用吸呢 她不會吸 那個感覺就是 用鼻去聞 我之前看過一些都是這樣教的 另外 欣尼姐姐說不要模仿 要有自己的風格 你不是 不要讓評判 她不會把你和原唱比較 她說因為那個評審 應該知道這樣是不公平的 她說除非你贏過原唱者 是對的 但我們這裡經常模仿人 這樣行不行 那你這些是電台節目 應該沒問題 不是啊 那就沒有個人風格了 那不是很多人像你這樣說兩把聲 可以的 給自己一點信心 輕鬆一點 OK 那好吧 那大家不要再學人了 知道嗎 我自己也是 我喜歡唱的歌 是原唱唱到一批東西 然後你會覺得 如果一比較下去你會贏 介紹大家唱哪一批 是 張智恆的死性不改 他現場唱到怎樣 你們大家知道 是啊 關志斌那裡都是偶像派實力 如果你懂得唱歌 唱死性不改 應該可以 為什麼呢 張階添作 這首歌 是評判 是不是 你也是評判的 跳舞街可能也會加分 千千決歌 那些 肥媽那些 哪華爾 那首不是肥媽唱的 記住 他跑去唱 馬上被人滴下台 最後 恩尼是 爺魚這個中國好聲音 而有轉椅廢的黑幕 夢想不分年齡 不分貴賤 只要你喜歡去玩一下 又何妨呢 要付錢就不要了 但是這樣說 很多人都是帶著銀包去入電視台工作 有夢想不分年齡不分貴賤 但是有錢是好處的 很多事情想我們入過的行業 我們就知道 好像安德尊 他都不算賣錢 你可不不算賣錢 普通人不行 上班 你又來上班 他又來玩 所以很多副家子弟在電視台玩 我們都看到的 你說玩一下 是否當作出鏡 很多人都去玩 入不了決賽 初賽我們認識 很多人都被人篩了 恩尼姐姐 真的塞錢入你們袋 是呀 好東西來的 記住 另外 王力宏 真相不重要 這句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看了 梅辣 多拉斯在說這些 自己也說了一份 王力宏很厲害 你以為他撿了一顆 不是 世紀人魔王力宏 現在 舉辦 瘟尼凶 一個王力宏演唱會 走得出來的 經歷分辨 多變遷 開場感慨提到 真相不重要 他引發 軒然大波 比阿里領雷的前妻 隔空回應 連欣尼都 指你兩句 他說什麼呢 最近發生的事 你們甚至比我知道更多 我做過什麼 我自己 要看新聞才知道 其實 真話也沒有那麼主持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真相不重要 流量最重要 對不對 說這些 傻子 真是傻子 我先說他們的評論 我先評論 傻的也沒有拿出來說 白癡的 當然不說 關注音樂 黃力宏的音樂 很厲害 拉小提琴 唱歌又厲害 你還怎樣唱唯一 Forever Love的歌 上去唱什麼 現在唱荷里活 有一間大酒店 對你 三個肥婆六個波 任你摸 任你摸 他又摸 我也摸 現在黃力宏變成這些歌手 別人摸 你以前的情歌 你怎樣做 沒得做 這樣搞法 他說真相不重要 似說一出 樂壇風紀 恩利姐姐出動 他說是不是人來風 還是吃錯藥 出自高學歷的嘴裡 簡直不知所謂 唉 各有各看法 他 真相不重要 這句話 是很肉酸的 如果改了他 好吧 好吧 不要說真相不重要 流量最重要 事實 是怎樣 大家想不想知道 那些 你調轉了整件事 就不會被人拿來炒作 不過 唉 誰想那麼多 這些事情 不是說支持他 他沒有的 玩完了 你就想 開演唱會 還未有人看 前妻李靚蕾 隔空回應 IG story 說 當藝術 應該講過語 當藝術 不再單純而是 變成傷害別人的武器 當影響力 變成號召 葵子手的頭巾 單純的藝術 就會變成灰盡 灰盡 真心愛藝術 就讓藝術 純潔 不要再以藝術之名 本來是 vaan 扭亂社會 採折 規矩 總之 說了一點 說他用藝術之名 搞搞震 發聲明 王力宏 當事人 他說 是自嘲 自嘲 你問我其實是真相 當時我不知道他玩過什麼女生 當時他太太說他偷石 有這個有那個 我講了這麼多次 我講完都忘記了 有他不如不要提 你能出回來 因為那件事已經結束了 要不就不要提 公關有問題 你自嘲也愚蠢 自嘲就說 人家說你很厲害 聖上癮鼻大 你就說這些 你說這些真相不重要 現在是不是說人家屈你 你再玩大一點 不要說了 節愛生枝 待會我被人罵 不然 當事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發生過被謠傳的事 是啊 不知道又會說這些 看到王力宏是以疑問的口吻 感慨分辨時突然爆出種種流言蜚語 無憑無居 卻鬧得熱騰騰 假的都吹著 一向都是這樣的 是啊 這個社會是這樣的 沒辦法 王力宏後來探討自己 演唱會第一天 可能會被誤解 第二天 說得清清楚楚 他說 流量不等於真相 他澄清流量最重要 真相不重要 他不是這樣說 就是 寶獲 流量不等於真相 這個 做人的公關 是要再去研究一下 現在很難做 以前 你有什麼公關災難 你得罪客人 現在得罪了樂壇風紀 得罪前妻 得罪一眾 很介意老公出軌的女人 得罪了很多 很閒的網民 吃吃花生 先罵一份 不是啊 真是嚴重的 他的心態 我真的覺得嚴重的 為什麼呢 有些人真的很 尤其是我覺得香港人 我不是幫他 首先我 交籤了他是一個世紀大淫魔 好像我回來香港 我說日本和泰國便宜的東西 說一些好東西 不騙人 香港 我發現我被人欺負 有些食物又不需要那麼貴 這樣那樣 我跟他無仇無怨 那天 我說那些恨人 在網上為什麼這麼難經營 這麼容易 不是叫得罪人 那些是 無端端口癢 你一句 之後他有他生活 你有你忙碌 但他傷了你 你自己自傷 你撿起了 他在場上 那ome個字 我不是受了傷 只是想拿來оде弊 像...... 就是拿來貼堂 他說 是iserzäh師 你這些孔悉才在日本和泰國生活 香港這些高密價的地方 你那些孔悉生活不去 就是大家無仇無怨的甩孔悉 vice versa 為什麼這樣子正軟的 而有一個網友就叫我說 他有沒有發現那些香港人 除了有禮貌上的問題 還有自己的朋友都很喜歡踩來踩去的 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這些是非界的市場是一定不絕的 因為人們很容易得罪人 我自己說說自己的感受也有些人 走呀漢奸 總之他不是跟你朋友 不過喜歡放下垃圾在你的台下留言 是這樣的 沒事的 黃力宏這些 一直都按摩摩的 他不按摩都不會弄成這樣 我們 今天看完的新聞 多謝大家的收聽 拜拜